今天从新加坡 也来了十几位同修道友 为他们不为冠病疑情 为大道做出的奉献 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我们现在讲到神修 神修就是要突破人的意识的障碍 真正把自己的身口意交给道 交给我们已经成圣的圣贤 然后为众生 离苦得乐 做出我们今生应有的贡献 而不能被自己的人意把自己给捆绑住了 喜怒哀乐悲恐惊 七情六欲 是人的欲望 是人的意识 如果你把神激活了 你的神石身开始修道 它是一种大卫的精神 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原觉 本觉 也激活了 也返本还原了 那你就更是无所畏惧 那叫大卫德 所以是叫天人师 调育丈夫 叫世尊 所以是现代修行人 没有搞清一件事 这个虽然是我们各道都有在追求一生成就的修炼者 但是大家 没少有搞清楚 到底是谁在修炼 是你的那个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的 那个发身如来吗 是他在修炼吗 不是啊 他不用修炼 不修不炼 不用修不用炼 他本自圆满 说他不用在修炼 说大家不要糊涂 以为是自己的发身如来在修炼 他修炼个什么 所以说我们在宏教密法里面提到 不修不正大圆满 不修不正大圆满 是指的我们自己的发身如来 发身金刚 他不会灭灭 那么我们此生的修炼 是要通过 人意的修炼 和神史的修炼 把我们迷失的这个金刚 迷失的这个空明体的发身如来 发身金刚 把它反本还原 所以说他不用修的 不要去修那个 这个不生不灭的金刚 不要修这个发身如来 他不用修炼 没有办法使他改变的 那么迷则众生 绝则佛陀 一念迷一念众生 一念觉 一念佛陀 所以我们修的什么 是修的自己的这个迷 去迷 去迷 去掉自己这个迷魂颠倒 还原本字的 化身如来的 活泼泼 圆脱脱 光灼灼 光而不要 修炼是这么回事 那么这里面迷 有几种迷呢 一种是六道众生 生魂之迷 昨天我们给讲了 天魂地魂 生魂 这个生魂在人道就是人魂 在狗道就是狗魂 在猪道就是猪魂 在植物界就是树魂花魂 迷的是这个生魂 迷的是自己的神识 首先迷的是神识 神识投胎之后 你体现这个迷就在你的生魂 就是你是个人 就是人的迷魂颠倒 你是个猪 就是猪的愚蠢 我们人比畜生到 稍微有点智慧 开始我们选择了 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选择了人意理智信的 智德修炼 所以我们还算有点智慧 我们选了个人身投胎 虽然是六道轮回身 但是是个人身投胎 释迦牟尼在经中告诉我们 这个人十分的 人身十分的可贵 人身难得 为什么人能够通过 戒定会三根本学的修炼 成佛 成道 但是人这个作为六道轮回的种子 有没有迷呀 是迷 前面我讲课讲了 你们吃错了药了 吃错了药了 迷迷登登走错路了 原本是那个发生 明体如来 你后来不小心跑到人道来了 不是这个迷吗 那么在做人的时候 有没有做过佛呢 有 然后你觉的时候就是佛 什么是觉 觉就是明觉 觉又叫菩提心 菩提心 月轮济世 就像一个大月亮一样 球形的立体的大月亮 就是十项菩提心 月轮济世 像月亮一样圆明的 这么有一个圆觉的 这么一个活泼泼 圆陀陀的 这么一个光现出来 你的菩提心就现了 如果能够把这个光 凝聚不散 二十四小时 横长的 无论睁眼闭眼 都在自己的额前显现 这个时候 你就已经成了什么 登地的菩萨 如果你能把这个圆明的 这个月轮 这个菩提心 在自己的黄庭 这个位上显现 和自己的日轮 合一 你就明心了 日月明的明心 明此 真实的菩提心了 所以前面只是一个登地 如果达到明心了 就是实地菩萨 叫法云地 进虚空 变法界 你一下子全都通达了 你能够使这个莲花上面的日月合璧 升起的明仙 发挥作用 在这个月轮中 在这个日月合璧的明轮中 显出种子字 显出本尊身 显出万佛万圣的身体来 你就叫见性了 所以明心是日月合璧之后 自己进入了圣意菩提心 十项菩提心 圣意菩提心是空性的 十项菩提心 是日月合璧的明心 这是真实的菩提心 那么真实的菩提心 视线之后 菩提心里不是空荡荡的 没有东西 而是可以献出自己本有的宫殿 这就是你不动的法王城 就是你的极乐世界 就是你的宫殿 你的不死明点 可以化成的金刚不动的如来身 住在自己的宫殿里 这是什么 这是在密宗第三个次第 密宗修炼 有事业部修炼 有行部修炼 有升起次第本尊部修炼 有气脉明点 第四层次的气脉明点 有气脉明点里面的光 生成的自己的自信佛 第三层次的升起次第是要把这个本尊 文武百尊在自己的坛成中能够映现 顶尊入你的壳 这是第三个层次的升起次第 第四个层次的是利用气脉明点 修炼主的光 把自己的自信佛身化现出来 这叫圆满次第 到了第五个次第的修炼 是能够把这个无量的诸佛菩萨 在自己的心中明点这个地方化现出来 在化现出来之后 能够化成无量身度众生 完成了化身的修炼 圆满次第完成了报身的修炼 这个化身不用你修 你自会有 这是在第五层级叫大圆满层级 这是洪教宁马派的传法中的最高层级 就是你可以因众生所需化种种身而度众生 众生当以什么身得度之 你视线什么身而度化之 你度鸽子 你不能化成个人身去度鸽子 鸽子飞了 怕你把它煮吃了 你度蚂蚁 你不能实现个人身去度蚂蚁 蚂蚁看不到你 你太大了 只能看见你的脚 你非得化个蚂蚁身才能度众生 所以当我们能够以种种身 化现种种身而度众生的时候 这叫大圆满 虽然化种种身去度众生 而无与身是永恒的 当度众生的使命完成的时候 化现为光 再次的还原成空性明体 凡以相见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 最后是无相大圆满 无相大圆满里面 有无不相 因众生 因他启用 而形成了这个无相无不相的 这个大圆满的境界 所以我们很多同修 经历了神修 经历了神修 自己会打手印 自己会看到 去到这个 自己飞出去了 穿过了自己的窗 穿过了这个星空 回来看地球 很小很小 米勒尔大小的那么一个星体 再往上穿越 甚至是把整个宇宙 都变成米勒尔大小 那么一个星体 自己到了近虚空 变法界去了 那么有的他是看到了 自己去的这个天上 四大天王守护着天门 他从天门进去了 今天我跟一个基督教的朋友 还进行了沟通 他这个老在天幕 最近老看到 一个木头做的 有纹路的东西 但是他这个东西离他太近 他看不清楚是什么 他说的时候 我帮他看清楚了 我就教他一个方法 我说你把这个 有花纹的这个木头做的东西 你使劲往远处推 让它离你远一点 远一点 远一点 他说那会看到什么 我说会看到一条天路 通上天的一条光明的大路 有阶梯的一个天路 天路的尽头是一道门 那道门就是天堂之门 也就是基督教 他这个 耶稣基督的教法力 最高的层次 就是你要升天国 进去天高以后 和上帝永在 你看 他们也有道门 我们这个 华祖文化里面 你看到四大天王守护着南天门 对 这是道系统的教育里面 也有一道门 这道门是天门 进去天门 你就进去了 这个道立天宫 玉界天的第二重天 从那个再往进去以后 你会进去 外面是四大天王天 进去以后是道立天 道立天是地区天 天顶最高的天 分成平面的三十三天 再往上是 虚空成就的天 云彩里面成就的天 因为叫空居天 叫夜魔天 夜魔天是什么层次的天呢 夜魔天 已经是没有白天黑夜的那个世界了 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有白天黑夜 是因为地球围着太阳转的时候 太阳照到我们就是白天 转地球转过去 太阳在背面就是黑夜 所以你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一半是白天 一半是黑夜 那么二十四小时 没有白天黑夜的地方 是已经超越了太阳系的地方 超越了太阳系 那就二十四小时 都是白昼 没有夜晚 但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时空观念 银河系里面有一千亿个太阳 也就是你只要在银河系里 就一定不会去到夜魔天 就是你要超越银河系之上 没有太阳的那个虚空 那个宇宙区间 那才叫夜魔天 夜魔天 夜魔天之上是什么 夜魔天之上是都帅陀天 都帅陀天是我们的这个弥勒菩萨 他现在是一生补助佛居住的天 你想他已经是 刚才说已经出了银河系就没有太阳 那他这个银河系之上的天 就是夜魔天 夜魔天再往上的天 才是都帅陀天 就是离我们很遥远 那这些地方什么东西可以去呢 你的神识可以去 神可以去 神的意识 他有思想 他有知见 就是神识 人有意识 人有知见 就构成了你的思想 构成了你的见解 构成了人的意念 要搞懂 这是仁义这个层次的 神识这个层次的 他可以穿越 刚才讲的 这个夜魔天 到都帅陀天 向这个一生补助佛的 弥勒尊佛 未来的 当来下生弥勒佛 去听经讲法 这个在我们近代有个大德和尚 他就亲自去过 所以亲自去过 是不是他的神识身呢 不是他的肉身去了 我们在人间还看到 龙树菩萨 这个从龙宫 他到龙宫去 从龙宫中 取出了华严精 八十华严 四十华严 都是从龙宫中取出来的 那龙宫 他能够去龙宫 就是海龙王 在海里面的龙宫 是他的神识身去了 还是他的人身去了 人跑到海里面不是淹死了吗 当然就是神识身去了 神识有身 所以龙王可以接见他 神识有身 所以是去到兜率陀天 可以以那个神识身而听闻 迷了尊者给他讲经 所以是大家一定要重视 这个是神识身的穿越 神识身的穿越 你再穿越 你还在御界天 在这个兜率陀天 上面是他画天 再望上的是他画自在天 就是魔王波训所待的天 魔王波训是六道天的天王 就是第六御界天的顶天的天王 那么他的魔子魔孙 就是都生在那个天的地方 神通广大 神通广大到什么程度呢 现在整个人类都被魔子魔孙控制着 几乎整个人类 这个能够稍稍觉醒的不多 虽然今天学佛学道学耶稣的很多 但是这些学生中 我们可能有五十亿人类是有信仰的 但是有信仰的这些人中 真正不被魔控制的人 十分稀爽 能不能有一亿人 我想没有 能不能有一千万人 我想也没有 能不能有一百万人 估计也没有 能不能有一万人 这个数字应该能有 什么人不被御界天 天魔所控制的 就是你对金钱不感兴趣 你对社会地位不感兴趣 你对人间的贪嗔痴乙漫 地域五条根的色 食 食 睡 明不感兴趣 你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 就是如何救度苦难众生 出离六道轮回 所以你还没被魔界的使色欲望的影响 食就是吃的欲望 色就是对物质 对财富的追求的欲望 你超越了吃的追求 你超越了物质的追求 这物质的范畴色法很广大 包括了房子要住什么样的房子 车子要开什么样的车子 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 皮包要用什么样的皮包 这都是色法 财色明师睡 地域五条根 是因为你被余界天 第六顶天的魔界 所控制了你的意识 你虽然长着一个人的身体 你展现的是魔 欲界天的欲望 对财的贪得无厌 对色的贪得无厌 无厌足 就是没有满足的时候 对名气大小的贪得无厌 无厌足 对吃贪得无厌 无厌足 对睡觉这件事 这个懒惰 整天啥事不干 吃饱了就睡这件事 贪得无厌 无厌足 那你就是磨子磨孙 也就是你表面上长着一个人的身体 实际上对不起 你是磨的子民 你在行磨的旨意 在人间 所以我刚才说 我们七十多亿人类中 是不是能有一万个 真正超越了对这些的不贪 有的人说 老师这个 我们虽然不贪 但是离开这个不行 对 你说的真对 正善欲 你对财富的追求 财色 明识税 的追求 是正善欲 你为了宏道 你为了能够利乐众生 你去追求财色 明识税 你要拥有很多丰扰的美食 圣供诸圣贤 驾奉六道诸众生 你要有美食供养啊 你也有鲜花供养 对 这叫正善欲 你最终决定是 你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华族文化有一个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后半句丢了 是君子用财 用之有道 您不会把这些财浪费在 此后变成没有用的东西 而是把财用在此生 可以利乐人天 利乐六道众生 欢悦众圣贤上面 这就是有道 因为把有形的东西 变成了无形的能量 能量可以转世 能量可以在来世 或者在法界变成一切的 众生所需求的物品 而利乐众生 所以我们也求财色 明时睡 你作为修道人 你必须保证六个小时以上的睡眠 第二条精神饱满 你不可以说为了修法 为了度众生 自己不睡觉 一个人 如果正常的人连续三天不睡觉 一天24个小时 乘三 大概就72个小时 你不睡眠 人就会变成精神病 希望大家不要去做实验 这个乘着精神病 恢复起来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你不要说 我为法捐躯 你为法捐躯 不是这个捐躯的方法 你要保证 合理的睡觉 所以说我们要不要睡 也要睡 你要不要合理的财 要 如果我们没有财 没有你们大家的帮助 我们今天吉隆坡 哪有这样的 一正庄严的道场啊 说我们为你们这些功德主 一个掌声好不好 这些财 要不要 要有 没有 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道场 给大众的 每一个人来 哇老师 好漂亮 我说感恩你这个菩萨 你这个大施主 是你的功德 对 这是也要采 用在建道场 用在供养天龙八部 你看我们这个道场 庄严的天龙八部 都在护持着 有了要有钱 你有钱才有这么一个道场 不能说我不要财 你没有财就没有办法一正庄严 说财 色 对 你们看我们这个道场里面 金碧辉煌 要有花吧 要有这个牌位吧 要有诸佛的一正庄严的法相吧 这是不是色 对 你家有黄金 用来装在这个佛身上面 这也是色法 这个色法是正善于 你给佛装金 你自己的神上面就有金 我自己在修这个金身的这个过程中 那几年刚好在新加坡 就很奇怪 他刚好成立了一个佛亚寺 佛亚寺里面有一尊佛 就是金佛 就是大家都是用铜做的 对不对 外面贴金 他那个就是真正用黄金做的 不是贴金 是从里到外都是金 我就很奇怪 我一到佛亚寺 哪里都不去 就跑到那个金佛呢 在他的面前 礼敬 礼敬完了进行禅修 修着修着 我再看里面我的那个透明身 哇 原来是要真用黄金的气 来装你的金身的 就是把自己立在那个透明的身 它是透明的 这个人靠衣装 博靠金装 你的功德到了 你的福报到了 就真用石油的黄金 外在的黄金的金气 它化成能量 在场性激活下 变成玻璃 变成玻璃 进去你的那个透明的 自己修成的报身 哇 它就真的那个报身 就变成金 金佛了 这就告诉你 是不是也要有财 也要有真黄金 这个色 对 是这样 大德必得其位 大德必得其鲁 大德必得其寿 什么人 会被人传扬 千年的名不坏 释迦牟尼 老子 耶稣基督 摩罕默德 孔子 八仙 张伯端 这个张三丰 这个还有在佛教体系内的文书 普贤 观音 还有过去七佛 过去七佛 第一佛离今天已经一千二百亿年 他的名还在被人念诵着 所以大家要不要求名 要求名 求千秋万古不坏之名 那你就要成圣 你就要成像这些圣者一样的伟大 那么你成这样的伟大 你的名会被千古流传 所以大众不是不要名 你们现在要那个名气 登登报纸 做做宣传 搞点网红 这是假的 瞬间就被人遗忘了 跟释迦牟尼同代的那些大富豪 那些大明星 谁记得 没人记得 国王 你当时的名气很大 也没人记得了 但是 我们的本事 释迦牟尼这个圣名 流传到今2500年被人传扬着 是不是这个名你们要追求 这叫实名 真真实实的圣者之名 诸佛菩萨 我们礼拜八十八佛 千佛万佛之名 万德鸿鸣被人流传 什么叫万德 这是真实的实名 这个吃 也要吃好吃饱 特别在我们 要把肉身 炼成爆身的这样的 食用技术方法中 一定要保证 充足的能量和营养 你营养不良 能量不足 想用这把灼火 你点不起来 你用草 稻草烧火 你有山那样大的堆的稻草 一把火也就瞬间烧没了 你如果把山一样的化成木头 那它就可以烧千年万年 这个烧不完的 所以在我们修肉身 成爆身这个过程中 滋养自己的肉身 让它有能量 让它不坏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所以说我们看在 藏密 东密 藏密里面 修寄身成佛 或七辈子成佛的法里面 这些师父 未必吃素 为什么 他要生灼火 烧大量的能量 燃烧大量的能量 今天还有同学跟我讲 师父坏了 我说怎么坏了 我不练你还好 一练就浑身发烫 浑身发热 用温度计一侧 体温正常 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我说恭喜你 这是阳气 升起来了 我们体内有阴神 有阳神 如果你身体是冷冰冰的 你说你有神 对不起 你一定出的是阴神 因为 聚精会神 你把阴精 阴气 聚起来 一定生的是阴神 阴神 它带着邪恶 是你的内膜 我们经常说魔鬼撒旦 这个基督教里 给魔鬼起了个名字叫撒旦 撒旦是分为内撒旦和外撒旦 内魔鬼和外魔鬼 内魔鬼又叫心魔 使你的心驱动了自己的阴魔 成就的内鬼 如果没有内鬼 你招感不了外鬼 我们经常看我们的队伍中出了叛徒 那敌人要打来 打我们 我们的战士 英勇保卫 他打不进来 但是有个内鬼 从里面破坏了 把门打开了 把我们的作战图止给人家了 人家很快就把你打破了 所以我们阴神 体内的阴神 就是内鬼 是内邪神 他会引动外面的外鬼 外邪神 来攻破你的金刚城防 本来你是金刚不坏的 结果因为有内魔 勾引外魔 进来把他打坏了 所以你身上发热 恭喜你 是什么 你开始阳气生起来了 所以你黑乌隆隆的脸色没有了 你这个浑身臭烘烘的气没有了 你开始变得清香 开始变得不洗澡 身上也不出臭汗 对 这就是阳气 阳精化的阳气 那么你的精神 眼睛有神了 面色 精神面貌不一样了 这都是阳神的代表 所以看一个人 他修的正法还是邪法 不必一定要去追究他是什么 你看他的眼神 是不是邪了呆的眼神 你正眼看他 那个眼神就夺你 他不敢跟你正眼看 为什么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是你神如其人 神邪的时候 神有鬼的时候 你的眼睛就没有正的定的神 你就怕人家的正神识破你 所以你老躲人家的眼睛 你老咖啡眼 就怕别人识别出来 然后眼睛无神 昏暗 这就是你中邪了 中邪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地阴增阳 内里面的精不纯 精没转阳 由精化成的气 变成的阴气 是黑气 所以你满脸黑气 满脸乌黑 浑身乌黑 透不出的白里透红的光来 血气起不来 精气起不来 神气是有光 你没有光 黯然是色 黯然是神 所以通过大众到底是说 这个道场是什么道场 你看里面的那些人 他的神色 他的气色 他的眼神就看得出来 所以大家要记着 财色 明石碎 石是对我们 净化自己的身体 的燃料 我们人是 父母生成的身体 你必须通过脾胃 吸收来自大地的营养 来滋养自己的形成 那么在食这个方面 一定不要贪吃 说我今天非吃什么 不可 我不吃不到这个 我烦 我就闹腾 那你是个食宿的凡人 甚至可能是个血腥的血鬼 有的人就要献杀生 吃得歇乎溜拉的 你看欧洲很多人吃牛肉 一定是不能烧熟的牛肉 要带血的 半生不熟的牛肉 那这是什么 这是要满足自己体内 和围绕着自己身外的 施血腥的 要有血腥味的血腥 满足他们的饮食 只不过通过你的嘴 吃进去了 实际上是替他们吃的 他们吃那个血腥的剂 你吃了 他吃过的 剩的物质而已 剂是被他吸走了 所以这种饮食习惯 带来晚年 骨骨头坏死 什么半月板坏死 整个脊椎骨 椎颜盘坏死 为什么 那些邪神 吃这口气的时候 吃肉里的血腥气的时候 他把他的阴气传递 邪气传递到那个肉里了 你吃那个物质的时候 把他的那个 邪气 浊气 吃到身体了 堆积太久了 必然导致自己的骨骨头坏死 导致追尖盘 所以是这个食财色 明食睡的食 正善的食 合理的饮食 是我们要保证 这个行身不坏的 今生 要把肉身变成金刚身的人 所必须重视的 不是说吃什么都不在乎 有的人说 师父那吃素好不好 吃素能不能成佛 对不起 牛羊天天吃素 你问他成佛了没 你以为吃素就能成佛 是歪理邪说 吃素的动物多了去了 他成佛了吗 所以不再吃什么 而是你在于目的是什么 你是贪口福 它那个味道 你就是凡福 你就是邪魔 如果你只是为了滋养行身 使这个肉身 在能量饱满的前提下 变成金刚不坏身 yes 应该的 这是合理的 正善于 刚才说睡觉 我也讲了 很多人日夜熬夜着 打坐 禅期 不睡觉 折磨自己 这不是一个真正应该做的修行方法 这个释迦牟尼曾经有六年在雪山里静坐 一动不动的静坐 你以为他在睡觉 他不在睡觉 他在禅定 所以他人家这个不导单 晚上坐在那儿不是睡觉 晚上坐在那儿是禅定 一定九个小时 一定九年 一定六年 达蒙祖师一定定了九年 然后佛祖在雪山上 一定定了六年 你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正什么大的禅定 你真正得到这样的禅定 你是入得空明无量光的境界 无人无我 只有一片无量光 在光中安止 万人看他做了九年 做了六年 实际上他自己就是瞬间 瞬间 人世间的时间是一个虚拟的时间 不是真实的时间 比方昨天 昨天我讲讲讲 我就忘我了 忘我了 我才觉得我讲了半个小时 结果一看钟 怎么跑到十点十五分了 我还特意问你们 时间对不对 在我这就过了半个小时 怎么一下子在人间就过了两个小时 这就忘我入神之后 人间的时空 在我这已经不是两个小时的时空 在我我就讲了半个小时 我自己的那个神觉就是这样 神识就是这样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我们修道人 什么是魔 你自己的内魔 你的执着就是魔鬼 因为你有一个妄想 我妄想我通过禅气 我就去极乐世界了 我妄想通过一个月 我不吃不睡 我折磨自己 我就成了活了 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经过六道外师 指点他苦行 最后发现这都不能开悟 他放弃了 你们到今天又去学外道了 用这些方法开悟 干谁呢 神诚吧 大众一定要知道 我们通过人修 神修 本觉的真修 这是三个很关键的修行次第 那么从明心见性这个角度讲 你可以直接经过师父的引导 从理上透入明心和见性两个次第 然后以此 安住于空明的正圣玛塔中 然后开启自己的真智慧 那这种修法是从原觉 本真上修 这叫真修 原觉之修 化身之修 安置在这儿 然后人能强行径 天地席皆归 这个修炼速度特别快 这是无为大法 是最高级的修法 但是这是什么人修呢 上上根基的人修 六祖这样的人 他从这儿修的 他通过触迷的形体的锻炼 然后这个我们叫动工的锻炼 使自己的身体练空了 记住 身体练空了 他找不到自己的身体了 既然自己身体不在了 这个身体里面装的心也不在了 所以他说 身不是菩提树 心 因为没有这个身了 我尝不到这个身了 所以是 心也不是明镜台 我好像这个心也不在了 心也没有东西了 那身心都不在了 你在哪里 就是本来无一物 身心都不在了就无我了 身心都不在了就空了 就真空了 不是你们的理空 哦 师父讲了身空 那我也身空 心空我也心空 你没空 你为什么没空 你没处米 他处了八个月的米 然后练动工 然后刚开始呢 这个处不动 他个子小 南蛮子吧 我们叫南方人 广东人 长得个子小 不像我们北方人 标行大汉 像我这种 古迹是处米 不用坠腰石 他用太瘦了 他触不动 然后用个坠腰石吧 坠腰石找石头的时候 这个弄了个大石头 绑腰上 哎 弹不起来 太重了 那个那头 那个处米的 往处米串里 处的棍子下不去了 这换个小一点吧 换个小一点呢 然后又发现 这个不行 还得用力 本来用 坠腰石就是不想用力了 让他自动化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 加上他的身体 就这样 自动处起来了 自动处起来了 处着处着就不用劲了 处着处着就不用心了 哎 发现 哎 身体在哪 没了 心在哪 没了 当他身心两空亡的时候 瞬间就无我了 真正的人无我了 真正的法无我了 什么叫法无我 处米是不是佛法 大家都说 上堂听师父讲经是佛法 处米不是佛法 谁都会处米 错了 上堂讲经 未必是佛法 就是法无我 没有一个什么法是可以成佛的 没有一个非得用什么法才能成佛的 而是相应你用什么方法 更相应用这个法 这臭米 这臭米竟然臭出一个六祖来 最后身心两空亡 身心两空亡 大家无非是觉得这个身是我 有我 这叫身见 无非觉得你的知见我是我 这叫知见我 所以是那个叫所知章 身是一种身的章 老子说 这个五之大患为无有身 既无无身 无有何患 很多人说 等我死了 我现在是该做人做人 没办法 因为我有身 等我死了 我做鬼的时候 我没身 我就没有祸患了 这个祸患可大了 你如果活着没有好好修 身空 星空 无量光 你死了 纯阴为鬼 那个鬼的麻烦更大 比人的麻烦还大 恶鬼道不是连饭都吃不上吗 地狱道众生不是不受刑都做不到吗 所以你以为没有这个肉身了 你就没有身了 不是你变成鬼身了 六道轮回身 你不是丢了人身就没身 你还有六道身呢 说是几无无身 这个就没有大患 我这大患未无有身 是因为你有身见 六祖 这个臭米臭道 身无我的时候 他已经无身了 活着的时候没有身 听懂了没 不是死了以后没有身 活着的时候身空 他又老不着听经 又不会琢磨经典 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不让他听经 就是没东西琢磨 没东西琢磨瞎琢磨啥呢 干脆啥一不琢磨 就在那处米处米处米 整天就是吹米糠 把那个米弄干净 然后给人家做饭 就这一件事 这一件事干着干着干着 干得很熟练了 都不用脑 直接就把它就干完了 所以是心也没有了 身心两空 所以他就本来无一物 何处热柴 自己知道自己 谁是自己呢 我自己是没有一个物的 是无量光 是近虚空变法界的空明体 这个无人无我的空明体 这个是我的本来 这是我的真身 他物到这了 物到这了 所以大家修道 如果能够像他这样的刻苦 为道现身 为佛法现身 能够到这个次第 你就进去本觉之修了 就是进去原觉之修了 下次就是找祖师爷 求个窍诀 懂得在这个空明的 无人无我的大光明 本体里面 怎么去使用本体 叫见性 见性 见性就是你要在这里面 你能够句子成形 见到本尊身 见到自己的金刚爆身身 你要见性是性体 是真实的古佛 诸佛菩萨的身 要在你的这个 聪明圆觉心中 化成的这个新月轮的 这个莲花垫上 能够献出来 这叫见性 你只有献出观音来 你是观音 你才能够用自己的身口欲 去做观音的功德 功德积累 所以圆满你才能成佛 不但你要把肉身 化成观音 你还要化成 过去所有成就的菩萨 成就的罗汉 成就的佛 跟他们同体不二 你这样才能积累 无量功德 这就是本尊修法 本尊修法 那这都是从这个原觉 本觉中修的 是从明心和见性之后修的 这个修法 可以帮助大家解决 今生成佛的问题 因为你要积累大量的功德 这个功德换来的是无量光 去体内置换你的黑子白子 业障 把它置换 置换掉以后 被黑子白子包裹的透明光子 会显露出来的本来面目 这样你才能够圆满完成 身为无量光的修炼 你不用这个功德 你何以置换 何以置换你的业障 这是真的物质的变化 不是念头的变化 所以是从本真 从原觉 从最高的 不是神修 不是人修这个地方去修 你可以这一生 人间的事情什么都不管 因为像六祖一样 你得绝以后 你需要在山中 闭关修炼 十六年 十八年 直到自己的肉身 化成光 报身成就 你再来人间度忠生 所以六祖 这个 涅槃之后 他留下了这个肉身不腐烂 为什么会不腐烂 里面一点臭的东西没有 一点细菌没有 一点垃圾没有 所以他不会烂 是金刚身 他事先了这个 莲花生大师 他成就的是这个红光身 他的身体是光聚合的 连个形体都化成光了 所以在他的这个 记载里面 当时这个藏王 视线 他支持莲师 在藏地里红法 所以是 那么他曾经在法座上 摆了两个座位 那么一个是藏王自己的座位 一个是给莲师的座位 那么他为了视线这个对莲师的好的时候 他去拍莲师的肩膀 结果 这个从这个肩膀一拍 拍到了对面的椅子背上 什么意思 他的手居然穿过了莲师的身体 拍到那个椅子背 那个扶手上去了 也吓一跳 莲师笑笑 为什么 他已经空了 透了 你看着是个人的身体 他实际上是空明的 光组合的 这是真实的记载 不是神话故事 就是你如果从本觉 本真 明心 见性 这个方面修 告诉大家 你人间的事 啥都可以不管 因为你真正修成 本来乌一乌 何处惹尘埃的时候 你没有自己的时候 你没有业障 你业障顿消 没有业障 你原本是佛嘛 你就回到自己本尊 本身是佛的 这个 发身修了 安置发身用了 那你的功德 瞬间就积累圆满了 这就是可以 记身成佛 记身成道 老子传的是 记身成道 成仙体 叫大罗金仙的方法 所以这叫顿法 在禅宗也是要这样修 为什么 五祖见六祖 只见明心 找到的心是空 是明 是没有一样东西的 所以没有看到 他会用此心 去再造 所以他就把它叫到禅堂 传他口诀 当他念诵金刚经 到阴无所住 而生其心的时候 他念到阴无所住 他不念了 六祖这个 听着正过引着呢 因为六祖不认字 五祖给他念经 五祖是成道的圣贤 那跟释迦牟尼 是一体不二的 他念释迦牟尼的经 他就是释迦牟尼 所以是 那六祖听着正过引着呢 心心相应于 这个金刚经的 这个妙友之中 突然五祖不念了 不念的时候 六祖正听着过引 抬起眼睛看师父 师父 这个五祖 浓墨而视 瞪着他的两个眼珠子 而生其心 吓了一跳 这一吓一跳 这个会能真不见了 真无我了 真无我的时候 豁然大悟 《眼下大悟》六祖谈经里记载的 这个掩饰是我的第一个师父 他是我们禅宗 这个操动宗的传人 他给我掩饰 怎么样的怒目而视 怎么惊醒他 怎么一经之下瞬间 自己的发神剑出来了 这一下子自己 测然大悟 原来在空性明体里面 要生起一念心 来再造万法 救生妙用 严下大悟 祖师一看他真明星 见性了以后 传他秘诀 我当时问师父 说是传了什么秘诀 师父说 这个是不言之教 所以是五祖对六祖 进行了卸平而灌 就是不再说话了 给他灌顶 我说禅宗既然有灌顶 我这个师父 我的中脉怎么通的 就是吕恩师 他用半个小时 用自己的掌力 给我灌通的中脉 那年我十八岁 还没有破体 属于同真身 所以是 半个小时 给我灌通中脉 打通中脉 打通中脉就连通了天地 连通了法界 所以说我后来 就进入了大量的神修 什么神修 就是老是看着自己在天上 老是看着师父 领你去一些地方 有的时候师父就用白河 一个仙河接你 你的神不是接这一堆肉 仙河是飞不动你这一堆肉的 所以在着你的身飘飘走了 自己的肉身知道 这个时候你想做任何事情 肉身做不得 只有睡觉 肉身扔那 神走了 神修炼 那么有的时候师父派龙来 有的时候派各种各样的童子来 这个就后期进入了大量的神修期 是因为自己 这个师父给你开通了神门 顶门百会 打开 天门大开 天门起合 能为慈呼 老子讲的 说你非得要师父帮你打开这道门 顶门百会 哗啦 两门门打开 解心使神 把你的神释放出去 后来才有神修这回事 从中脉通上去的是你的阳神 不是阴神 阴神大部分是从肚脊出来的 这个地方叫神阙 阙是门 叫神门 所以你的肚脊又叫神阙 就是神门 下腹腔基本上是阴地 所以这里出来的神是阴神 顶门出来的神是阳神 然后从天幕出去的神是天神 今天我跟一个同学还在交流 他说老看见这儿有一个黑洞 然后好几圈 他专门拿了个照片给我看 他说黑洞 这个一个那个 他问是什么 我说那就是你行走的天路 你在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行走的天路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阳神出体 我们体内有三种神 阴神 阳神 真神 真神是重阳之神 是你的灵觉 师父用他再造出来的一个通天达地的圣神 这次我们去金马轮就要给大家把这个种子种圣神 种玉神 没有培炼 没有培炼圣神的也把圣神种子种下去 那么这些一定要为什么要找到上师求加持力 求加持力省劲啊 我如果没有旅恩师的灌顶 没有我的今天啊 那就没有真阳神之修啊 正阳神 纯阳神之修啊 那非得像一些现在民间找的一些人 马上教你出神 马上出神出的什么神呢 阴动为先 都是出的阴神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在修炼传道的过程中 不让大家立马出神 立马出神都是出的阴神 阴神是七魄的总会 七魄属阴 三魂属阳 所以说我们要把七魄汇聚成阴神 把这个三魂陶聚成阳神 在体内 你的恶意基本上来自于七魄 你的善意基本上来自三魂 善念都是三魂 说我们把善总会成一个阳神 就是阳之总会之神 把七魄总会成一个阴神 就是阴之总会之神 再用阴阳之神做父母 阴阴跟阳放一块会放光 用自己的如来性做种子 再加上心肝脾肾肺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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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 有这个传承 能传你技术方法的人 才会陪练元神 否则的话 不是你自己想象出来 想象出来我的人从身体里走出去 基本上从肚脐出来的是阴神 阴神只能在阴间 地上的阴 不能去到天上的阳间 所以耶稣基督在经中告诉 在约翰福音里特别提到 那些没有去过天的人 怎么知道天上的事呢 说的是你们 你们没有陪练元神的人 怎么去得了六亿天呢 你们自己体内的简单的三魂聚恋的阳神 怎么可能出得了大气层呢 你还在地球上 你只能去三山 五月去找神仙 你不能出离大气球 出离这个地球的场性 你出不去的 只有陪练神 在师父的帮助下 陪练出元神的人 他的神可以通六亿天 在元神的帮助下 清音宵夜积累功德 能量升到中丹田的 可以陪练玉神 玉神可以通达色界十八重天 四禅天 四禅天是色界天 已经没有使色 对男女的色爱 对饮食的需求 已经是没有了 才叫色界天 才叫四禅八定 那么玉神是很干净的 才可以有资格去到色界天 十八重天 那么四空天 又叫无色界天 只有圣神才可以进去 连玉神都通达不了 因为他不是同一种性 所以你飞到同一种类 他才能相应嘛 才能相合 所以在玉神的帮助下 聚集能量 然后再生成一个圣神 就可以通达四空天 圆玉圣三神 圣神居颅脑腔 玉神居胸腔 圆神居下腹腔 这就是培练三神 在这三神的帮助下 激活自己皇庭 心中心 空不空 中央一点真 这个地方的不死明点 你的发生种子 可以赔出一个圣鹰 圣鹰这个名词很特别 中国的道法里面叫圣鹰 在佛教里面称为金刚佛 又叫自性金刚佛 又叫小金佛 在这个东密里面称之为小金佛 我上次去台湾 有人就来请教 师父 这个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们这个密宗 唐密里面 东密里面讲的小金佛 和修法 我笑笑 说我知道这个法 但是我不能教你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告诉你没有用 因为你圆域圣三神都不陪练 怎么练出自己的金佛 金刚佛 你非得要次第修炼 到这个时候 我自然告诉你 他又不肯拜我为师修学 因为他很高大的一个 自己觉得很高级的 已经叫大阿舍黎了 这么一个级别的人 他觉得跟我这个 不是阿舍黎的人修学太丢人 然后不要修学 那我就不讲了 知道了不是不知道 为什么 你会生成假患 所以这些传承 什么叫传承 这是真传承 你要懂得 你必须去用过这些技术方法 然后你成就了再来说 否则的话就是 说着热闹没用 你自己都做不出来 你教人家怎么做 这是什么 这是在很觉得明星见性的基础上 来的神修 来的神修 你照样要去遇见天 看到自己的神怎么进的天门 怎么跟四大天王打着招呼 怎么去的天界 你照样要去地狱 要去畜生道 要去恶鬼道 和六道众生 下三道的众生打交道 这是必须的 所以并不是说可以忽略这些修炼的方法 那么对于从本觉 真觉 没有明星见性的人 也有神通的人 他看到自己是天神 对 你的神识 你的灵 就是从天界转世来的 在你带着使命下来 做某个师父的护法 或者是跟随某个师父 从天道 再转人道 用人身跟着师父 修出离六道的方法 而不是只来做天神 只来做天神 你在天上做就好了 你没有必要来到人家 给你一次人身的机会 是找明师 发挥你在天界的微神力 你的神灵还带着某些的 令旗令剑下来了 那么容易扶持正法 积累功德 得欲明师 在明师的指教下 修出六道 不再回去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说我身边好几个大护法 个子特别高 长得高高大大的 两米 一米八 一米九的大鸽子 大家对他们就很恭敬 为什么很恭敬 他本身是从天界下来做护法的 给他人身这次转机会 不做天人 然后出六道 他的神识 得了明星见性之法 得了正什么他 这种界定会的最高的 最正的界定会 然后他就可以出六道 那他的神识 就不要再回去天道了 但是这种人容易狂 什么叫容易狂 我都厉害到这个程度了 我随便去天上就走了 你算老几 所以不要跟你学 我还是自己玩自己的 那他插了一道什么东西呢 他跟这个正觉修的人 插了一道什么 插了人道之修 别人跟他问 你为什么会这样这样 讲不出道理 为什么讲不出道理 没有跟着人间日月之名师 系统修炼 我们盖一个高楼 你光懂得图纸没用 你要从一楼盖二楼 二楼盖三楼 要次地行来 次地盖成高楼 那就不是空中楼的 你只知道佛道最高层次是什么 你看到了图纸 对不起 你没有从地基开始 没有从一楼开始 你不可能今生成就自己的法王城 不可能成就出六道轮回的宫殿 你不可能在净居天 圣居天上得到一席地位 你还是一个天神 你此生结束了 最高的果报是回去再做天神 这就是最高的果报 做天神就是天人 大部分下来的还是遇见天的 我曾经见过一个天神 这个给大家也讲过这个故事 有一次打雷 打得特别响 闪电气势咔嚓 然后过了一会儿 我的一个给做风水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 张老师你赶紧来吧 我说干嘛 我说你那个宅子 你那个幼儿园 他说开幼儿园 我说幼儿园我已经给你镇宅了 我不需要再去 你说有什么事 不行 我这压得受不了 我有一个 他那个办公室不大 他自己 这个空间 他自己在那办公 他只要一进去 这压得就受不了 好像整个人被挤扁了 他说他很灵 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事 你赶紧来 我就去了 而且一看 一个大天人 挤在那个小房间里面 我就问他 我说你咋回事 他说刚才下来办事了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这个天上的人 天神不会下来的 我们的这个天龙八部里面 很多是天神啊 天神地神龙神 对不对 他经常下来护士你们 只是你肉眼灼看不见 他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身上发热 周围有一种特别祥和的茶 我今天跟一个同修沟通了 他说 那一次他还点了我一下脊椎骨 我本来脊椎骨不舒服的那几天 我感觉有个人点了我一指头 然后马上就好了 咬不疼的 对 这就是神人 神人视线他发热 莫名其妙地发热 因为他是属于阳性极强的能量 他还有一个极大的压强 你们知道这个空气是一个大气压 那么他可能是1.3个大气压 两个大气压 十个大气压的那种压强 你感觉到被压得挤得受不了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天神的诸神下来帮助你 进入了你的时空场 那么这个天神他就是下来办事 打完雷闪完电以后 天门关了 他回不去了 他说 见你的头顶的通道用一下 因为我这被师父贯通过 我这有一个光道 是可以通这个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甚至到近居天的一个通道 一个通道 所以你们要好好信老师 将来从我这个通道 一定可以去极乐世界的 掌声一下 这个不信没办法 并且好好跟老师修学 我多了我不能保证 就是将来这个通道 可以借给你的神识身用一下 因为你认识老师 老师去接你一下 我这个已经用这个通道 接引了好多人 他们跟我也是有一点渊源 然后他们过世以后 我就去给他们破瓦 开顶 牵食 把通道借给他们 后来都转生极乐世界 因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 都有恩于我 这属于功德海 那么劝说成功 他们又愿意往生 所以这个我就把天门花 我是一金针吧 连接天地心吧 这个口诀交给你们了 这就开天门的通道 然后他一开 这一走 那个校长怎么样 师父好厉害 没压力 马上心里就场量多了 宽敞多了 没压力 我说可不是 刚才一个大天人挤在里面 你怎么不被压 你那个场上怎么受得了 他说不是鬼啊 不是邪的 我说不是 这是天神啊 好大啊 那个比我们的几十层楼还高大的 压在那么个小空间里 你想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不是神话故事 我不讲神 人神大战这个课的时候 你们老觉得师父神经病 神神叨叨的一天到晚 但是我进行了人的修炼 我跟我的师父熊春景教授 现在修学三十年 三十年的人道和神道合一的修炼 行和身 这个行身和神的合一的修炼 所以我今天能够把这里面的东西 清楚明白的用人的语言 能够告诉你们 掌声一下就掌声一下吧 这是你们要加强这个印记 就是你不能只做天神 你只做天神容易变成神棍 容易引导大家变成神迷 有些人帮人做了 做了不知道咋回事 反正那个病人也好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 那人家把你以为是跳铜的 懂不懂 跳铜的使用的什么神 跳铜使用的大部分叫仙家 这个仙家跟我们真正用师父的方法 修成大罗金仙 它不是一回事 它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部分是动物仙 叫动物灵 借人体 做功德 所以这些仙家大部分被赴的人 一般的都是农村的没有文化 没有知识的人 但是他有神通 他本来不会写诗词 结果是你给他一张纸 他仙家一附身 那个诗词 那个笔 龙飞凤我 然后写出那个字 很漂亮 但是只要要仙家一理体 他一个字都不会写 这些都是什么 福仙 蛇仙 老鼠经 黄鼠狼经 猴子经 野猪经 野鸡经 所以是他都有姓氏 那么在我们的法界里面 有个三山九猴的尸砖 他是以猴子身修道有成的 那么被封为三山九猴 是玉皇大天尊封的 他是搞这个 对这些动物仙修道 叫物灵道 物是动物 灵是灵魂 叫物灵道 在民间叫仙家 记住人家自曝称号叫仙家的 都是动物仙 对这些仙家 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呢 要善待之 人家只要不冒名顶替 报了字号 我是狐仙 我是白仙 白仙就是这个叫这个刺猬 有一种长的那个 身上长的刺猬仙 白仙 这个还有这个 网蛇仙 等等的这些 刚才讲的狼 虫 虎 豹 他只要修炼 都可以呈现 我的师父当年 这个 我说 师父说 你那个十五的晚上 十五月圆之夜 晚上 你上山 蛇不会咬你 狼也不会咬你 我不信 我说 蛇还不咬人呢 才怪 他说 不信 不信 我带你上山 有一年跟他上山 正敢使我 我说 师父 我想看看那个蛇 怎么修炼的 师父说 走 刚好 半夜三更 月到中天的时候 去到那个林子里 那平常那个林子里 那个蛇抓住老鼠了 鸡蛙 什么声音 然后那个毛头鹰又抓了个什么鸟了 鸡蛙 这个没命了 乱叫的声音 那个时候 哎呀 就静悄悄 长青 静悄 然后师父说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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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前面 看前面 一个蛇 蛇不是爬在地上的 他艰难的 用那个尾巴 顶着自己的身体 鸡鸡鸡鸡鸡的 头立起来 为什么人要尊贵你知道 因为你自己本身是顶天立地的 你头顶向天 你的会音朝下的 你就本身就可以做直了身体 你就连通天地的 为什么不能做乌生叫恒生 恒生 他们修炼 也要把自己的身体竖直了 那个狼要修炼 也要做直了 下恶摇摇威勾 现在人都整天不够下恶 他要下恶威勾 面道微笑 嘴唇轻闭 舌顶上恶 这招都要用的 这仙家都会的 那师父教给你们人这些人 就是不用 太可惜了 蛇就这样 拱拱拱拱拱身子直了 吐着信子不动 朝着月亮 那信子叉叉叉 蛇信子叉叉叉叉 把那个月光往里卷 往里卷 往里卷 这就是动物仙家 都是这样修的 持五拜月 然后日中拜日 你们看放生池里的小乌龟 大乌龟 只要到中午正午时的时候 全都是出来晒太阳 你们觉得晒太阳 不是 他是用自己的那个头 痒着 嘴张着 像太阳 就是日中 这个中 日到中天的时候拜日 彩日经 月夜彩月华 炼日经 炼月华 炼天地精华 使自己的身体里面 再出来一个身体 叫身外有身 这个身外的身 我们称为精 称为仙 他修到一个戒位了 叫仙家 就有戒位了 所以对这样的仙家 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办呢 要恭敬之 叫敬而远之 不要去求他办事 不要去求他办事 但是你要恭敬 为什么不要求他办事 求他办事 你的精气神 要换给他的 他帮你 他要你的精气神 他不要你的玛尼 你的美金 你的黄金 你是给了那个人 不是给了仙家 他不要 他花不了 他要他干嘛 他要你 他为什么要约束 给他办事的人 少收钱 他因为少收钱 他帮你的事太大了 你还欠他的 你只有拿命还他 拿精气神还他 他要这个 他得了人的精气神 得了物的精气神 他就省了 拜日拜月 成仙 成真正的仙家 就很容易 就是缩短了大量的时间 所以是他们入人间 帮人间做事情 也在积累功德 因为他不要你太多的东西 所以是在这种前提下 那么要恭敬 你真有什么事 特别困难的时候 你可以去这些仙家庙里拜一拜 但是要去正庙 正仙家 正仙家 比方我们新加坡雅龙 人家就有个狐仙庙 标着就是狐仙庙 你进来我就是狐仙 你拜我 OK呀 张道陵祖师 在龙虎山 他的祖庭里面 大天师张天师 汉朝创立道教的祖师爷 张道陵祖师 他在他的龙虎山的祖庭里面 也有一个狐仙庙 专门供了一个狐仙 这个狐仙跟我还有点渊源 它是一只火狐 大概三千年前就开始修炼 后来道陵祖师 汉朝的时候 他就做祖师的护法 后来就是张家 我们祖上的一个大护法神 这个叫保家仙 你们很多马来西亚 特别在中国东北一带 都有保家仙 都是保你这一家人安宁的 通过你这一家人做的功德 他提升自己的功德 这种叫保家仙 所以当时我修炼的时候 我经常就看到 因为你的神跟神界在打架 我经常看到一个红衣的 一个师父来护我 然后我就问我的师父熊教授 我说师父这个是个什么 跟我有个什么关系 他说你不要问 那个时候我还什么都不懂 当然就不要问 不用问就不问 过了一段时间 后来发现 怎么现出一个狐狸身 红红的可漂亮 我就又去问师父 师父一看他显像了 再不说破 怕我有障碍 他说那是你祖师爷 天师张道陵祖师 给你的护法 他是来护持你今生成道的 你不要担心 他不会害你 反倒会在有一些东西 要伤害你的时候 他是大护法 因为他是三千年的仙家 可以幻化人生 在神的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的 后来有一次护法的时候 在给师父做护法主的时候 护法有一个人身上跟的是一个白虎 那是一个千年的白虎 你们知道有个歌叫千年的白虎 对 这个白虎成经千年就够了 他实现的是白虎成 但是他这个不通人性 不通人性的时候 在师父 熊老师当时开谈讲经 弘法 弘道的时候 我做护法 他就在那闹腾 就是 大家都进去婴儿眠了 往下呼吸 他就 一声叫 是把人就清出来了 我就看我的神 在背后拿出一个木钉子 砰 一下子就把他定在天上 挂在天上 他就不敢叫 然后 等师父收了工以后 我进去交差 我说师父 那法场上还钓着一个 钉着一个白虎呢 那咋办 那咋回事 因为师父只够讲 这就像这个 你们的首相出行 后面要有保卫 保镖 对不对 首相光顾的演讲了 后面的事 有人射案件 什么打枪 他就 看不到 他非得要用保镖 替他挡啊 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保镖 给师父护法的保镖 他干扰法场 神就不干 就把他钉在那 但是没死 就是钉住了他 他就那个叫神钉 他就是钉在那 然后 结果这个师父看了一眼 说那你收了他吧 我说 师父收啥 怎么叫收了他 他说收作你的护法 他是千年的道行 你也不要 带着他 我说师父 对 他刚才只点头拜我 说我要拜你为师 拜你为师 做你的护法 你不要伤我性命 我说他是这个样 但是我怎么可能收一个狐狸 先家做自己的护法 他跟你有缘 那么众生皆有如来得相 他也堪作佛 那要允许人家修炼 允许己功雷德 我说师父你给福令了 我就收 那么这个就去法场 把那个神钉收了 收了以后 然后给他一点那个药 神药 他就好了 好了以后他就跟着 我在国内跟师父走三三五月的时候 他就真的是大护法 你看一个千年的狐仙跟着 我这个三千年狐仙跟着 那基本上那些五百年几百年的那些 那些还敢惹事啊 他就不敢惹事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 这个就是先家护法 先家护体 这是给你们真实的讲这个我的经历 所以我们怎么对待这些先家呢 敬而远之 有师父的福令 可以收作你的护法 没有福令 不要乱收 因为他不通人性 这是为什么在神修这个期间 大家一定要重视什么呢 一定要重视 这个不要轻易地和先家合为一体 答应这个先家入体 我在新加坡处理先家的时候 有一个他也是负在身体 为什么负在身体里面 有个什么不好呢 就是因为他是冷血动物 我们人体是热血的身体 所以一旦附在你身体里面以后 你就是百病丛生 什么医生也治不好 因为他看不到他 所以当时这个鸭龙 我们有一个小庙 一个小孩 那个时候二十多岁 这个找来了 他浑身疼 听说我很厉害 能够治这些怪病 结果我一看 我说你是干什么呢 他说我没干什么 我没什么工作 我说不是 我说你说实话我就帮你 他说我跳通的 跳通 我说这样 我可以帮你 但是我要跟你身上那个先家 不允许他负在身上 那么可以跟你通灵 那么他可以帮你 你还有神通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神通都是正修正炼来的 只要是没有任何的修炼的人 突然有了神通 都是先家负身 要么在体内负身 要么在体外遥控 体内负身就会导致百病丛生 体外遥控还好一点 但是这些动物灵都有个普遍的特点 不通人性 不通人性就是他不懂人间的情和意 不懂人的日子要怎么过 所以他在指导你的时候 他是站在他的社会圈里 叫朋友圈里 都是狐狸 都是蛇 都是这些 这个圈里的东西来指导你 指导你 所以这个就麻烦 这个就麻烦 所以自己要自修自证 这是最好的路子 不要轻易地用仙家来帮你 除非得到师父的许可 所以这个小伙子最后我这样说 他不愿意 他说不敢不敢 不能复身 这有啥意思 我活着就没意思 他也没什么文化 就靠这受人尊重 别人都觉得有神通 哇 了不得 然后他能帮我们弄事 有人很喜欢到这种跳铜庙 这种神庙里面去问事 对不起 少去 敬而远之 为什么 他们一定要拿走你的精神的精气神 做报酬的 这是他们升级 这个能量是个好东西 什么叫升级 就是能量级别越高 你在另一度空间的神的级别越高 这就好像在人间你钱越多 越熟人恭敬一样 在天道里面是你的量级越高 越纯扬 你受封的戒位越高 所以他们要拿这个去封神 提升自己的戒位 积累功德 最后由那个身体成佛 可以吗 可以 我们知道天龙八部有一个龙神族 龙神族的龙女献猪 在《华言经》中 把他最宝贵的猪子献来供佛 最后瞬间成佛 因为龙猪是他的龙命 他把自己的命给用来供养 所以他最后瞬间成佛 叫龙女成佛 这在经典中都有记载 所以不是说整个物灵道 动物灵道不让他成佛 不单动物灵道 还有树灵道 所以你们在大孔雀明王经里 还看到什么 还看到大树神 对不对 大树神就是灵 我们在台湾阿里山修炼的时候 那里的古树都被日本人砍走了 日本人要去建神殿 他们日本整个是信太阳神的天照大神 他们是信这个 这不再展开讲 所以他们要建神庙 用那个圆木 那个松木顶柱子 不是现在的水泥柱子 把那几千年的树都砍 都砍 那么他怕树灵报复还弄个镇压塔 表面上他说是超渡塔 实际上把那些树灵都镇在里面的 树灵塔 镇压塔 那么后来我们去就没什么大树了 但是就有一棵两千多年的 因为他那个分岔走了 所以是那个大树就没砍 没砍我就领着学生们 在那个树下我们修孔雀冥王咒 修完了以后就看他显形出来 有神通的人就看到他显形出来 给我们绿色的能量 传递绿色的能量 因为你去为道理尽他 没有伤害他 所以在孔雀冥王经里有大树神 什么什么大树神 什么什么大树神 这也是神 所以是万物皆有灵来自这个 甚至是万年的岩石都能化出形来 化出形来 化出神来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对这些仙家要尊重 要礼敬 人意理之心的礼德 要奉行 要恭敬 恭敬 你敬人家一尺 人家敬你一丈 他这个几千岁的人 他你看着他是仙家 几千岁的仙家 给你这个几十岁的人一点东西 那就一惊是啪肚子就胀起来了 所以我们称为仙丹 仙物是这么来的 包括我们这个马上要上山 你们中间很多 明天要跟我上山 上山第一件事情 车行到山底下的时候 必须礼敬山神 祖神 山中土地神 山神各路神明 你要知道那是个山 山中有众神 一定要礼敬 那么你在山上修炼这段时间 就得到他的皮油 你不知道礼貌 然后他们不但皮油 还整你 这是什么 你傲慢 我前面讲人神大战 不光是阿修罗会作战 因为人的傲慢 人起天人整你 神明整你 因为天人的傲慢 阿修罗跟他争斗 因为六道众生 各自的执着的傲慢 所以是被六道中 其他的众生所惩罚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教大家 持孔雀明王心咒 就是你只要持念孔雀明王心咒 所有的众生不得脑害你 就是包括修罗道 他是专门愿意收拾人的 只要你是个持念孔雀明王心咒的行者 每天早晨持念 晚上持念 没事的时候散念 他就不再脑害你 他想伤害你 他不敢投作七分裂 是这样的殊胜 所以我们每次的上飞机 上飞机要礼尽当方的城隍土地 因为他们在送你走 因为你有神 特别你们陪练元神的人 你是神兵神将 叫神兵护体 所以你一出行的时候不得了 他们一看军队要整装出发了 他们这是神要来送你 结果你又不懂 人家看你给你打招呼 你不懂 你看不到人家 傲慢 人家觉得你很傲慢 结果就帮一个扫荡腿 把你放翻了 你就帮叠一跤 人就叠一跤 这是轻的 有的恨你 帮打你一锤到脑袋上 你觉得脑袋 怎么突然疼了 是你傲慢吗 你不知道礼道吗 你不知道真的我们这个世界是六道混居吗 不是只是人道在这吗 所以是 那么到山上要礼敬 下山要告别 这就像人家你到山口 人家是整队的山上的那些神明都来应接你的 结果你傲慢无礼不理人家 下山下山你又傲慢无礼 人家欢送你又不理人家 但是人也是气横横的 对不对 这帮的人什么玩意儿 我们这列队欢迎 人家都不理我们走了 我们列队欢送 他也不理我们走了 所以你就要被神所惩罚 所以大家要懂得 我们和神明打交道 在于自己要有德行 礼德为先 恭敬为先 所以孔子说 敬鬼神 但是要什么 远知 就是不要经常去求鬼神帮你的忙 人要靠自己自神而神 修炼出自己的元欲圣 修出自己不死的金刚佛 你修出自己的元欲圣神 你在人间是了不得的封神者 被封神者 你是受天地人三才众神的恭敬的人 掌声一下 你们不要再做凡夫 要做神人 大神人 伪记神人 这是装子 给人分的力 有凡夫是不会用神之人 他自己凡夫有阴神 有阳神 有三魂 有七魄 有五脏神 有六腑神 也有眼耳鼻水 身神 这是先天神 每个众生都自带的 但是你也不懂得怎么用神 所以大家要好好诵念 这个黄庭内景经 那就是呼唤自己的神 出来的经典 你只要念到祂的名字 就像我在外面有事 你喊张不胜 老远一喊 谁又 你喊到祂的名字 祂就应你了 所以你不喊祂的名字 祂不知道你找祂 你把五脏神的名字 六腑神的名字 雅耳鼻水神的神名字 细胞神的名字 都呼唤一遍 祂全都起来了 本来在睡觉 全醒了 醒神了 醒神了以后干什么 跟你一起修炼 跟你一起在内道场 内神和外神才能沟通 所以你的内神是阴神 通常招感的是外阴神来 你内神是阳神 这个就招感的外阳神 你启动真神 阴阳神都听你的 听明白了吗 祂是至高无上的尊者 是天人尊 是世尊 是天人师 是条育丈夫 所以大家要懂得 神修这个层次 离不开人道之修 人道的人德 义德 理德 智德 信德 五德之修 通过这五德 和神明打交道 你敬之以德 他还之以德 这个德交归焉 两不相伤 这是老子在德道经中告诉你 叫德交归焉 就是你归一德 他也归一德 两在德上来交 这个时候你得神助 两不相伤 你不伤他 他不伤你 两不伤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和神明的交道 要交着以德 动着以真情 然后自己立志为众生 来修炼 那么天地鬼神 六道众生 都巴不得你赶紧成道 为什么 你成道了 他们帮过底 你欠人家的 你是不是现在 要帮着他也成道 你真正成圣了 成佛了 成先知了 他就有希望了 结交了一个贵人嘛 你是他的贵人 他帮着你修道了 那你成圣了 你不得帮他也修道 所以我们跟神明 怎么打交道 那自神而神 是修出自己的 源于圣神 阴阳神 然后在真神 自己真灵下盼的 真灵 先灵的 驱使下去使用神 和外面的阴阳神 诸神 六道众生神 打交道 我们跟动物仙家的交往 要静 要用武德 仁德 理德 智德 信德 去交 他不会伤 你傲晚无礼 听说他是动物仙 吃着一鼻 动着一手 行雷法 行什么法 去证人家 人家得罪你了吗 人家明明在帮助众生 你凭什么就去 兴师问罪呢 所以你是无礼之战 无礼之战 你看着是一个仙家 实际上 你看着你是个人 你是不是有爹娘 爹娘是不是也有爹娘 爹娘的爹娘 还有爹娘 是个族类 所以你伤了人家的 这个小狐狸仙 人家打不过你 人家找爹娘 爹娘打不过 找爷爷 找祖师爷 这就兴师问罪了 整个狐族就跟你作战了 那你这打个小狐狸仙还行 到了爹娘这个狐狸仙 你就治不了了 你又请你的师父来了 你的师父又治不了 又请他的师父来了 这不就是人神大战吗 这不就是人仙大战吗 对不对 然后法界部的安宁 狂风暴雨 雷电交加 然后整个水淹了金山 水漫金山 白蛇经和法海斗法吗 你们不是看了白蛇传吗 不就这样来的吗 这是人神大战 什么仙家大战 那是一个白蛇经 五百年就成为青蛇经 就实现人形了 这个千年的蛇就是白蛇 那我这一生见过一个三千年的蛇 就这么长的 是红蛇 会飞的 他看到你点点头 从空里转 一生就不见了 它会飞的 后来我跟师父说 我看那个小蛇会飞 他说 你的仙缘还不错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这是三千年的 才化成红蛇会飞 已经成精了 但是人家给你点点头 你知道你自己笨 但是知道你师父厉害 知道你有原神 人家礼敬一下走了 你来这我让地方给你 不来伤害你 说这是什么 这是对这些有德行的仙家 我们要敬之以德 爱之父之 祝他们成佛 祝他们成道 圆满他的功德 不能伤害他们 那么但是还有一群什么呢 叫假冒伪劣 假冒伪劣是什么 冒充什么挪扎三太子 冒充善才童子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已经成佛了 哪里是什么仙家 不可能的 观音菩萨 王母娘娘 太上老君 什么齐天大圣 这都是冒名的 真正的所有的这些成圣的师父 不复人身 不遥控人体 听明白了 听明白的掌声一下 记住 那么这些人就失去了信德 就是乱报家明 欺世道明 让人误以为它是观音 败坏观音的圣洁 你说你人身臭哄哄的 一股鸡屎味 你是野鸡精 怎么可能就是观音呢 我在台北的时候 在三清殿 然后当时我正在办事 突然天上福令下来 说几招 你这一队人马 去到三清殿护驾 我本来是去做别的事 我赶紧跟司机说 我说不行了 我们要改道 赶紧去三清殿 那个好在离三清殿一不远 就去了 去了以后这一看 哇好几拨在谢神的仙家 在那谢神的 这其中一个仙家 就浑身鸡屎味 这是个野鸡精 冒充观音娘娘 在那又唱又跳 浑身臭 整个三清殿 那天空气不好 全是狐狸味 什么蛇味 然后野鸡味 它臭烘烘的 整个那个乌原涨气的 后来这个三清圣祖 他没有人身 也没有办法去招 招这个一个 有人身的 这个又有神兵的 这一个队伍 就去护驾 然后我去了以后 这个旁边的人多嘴 说师父 这个是观音娘娘吗 我说你让他知道是什么 他说很想知道 我说好 就雷绝一掐 暗念咒语 现行 然后那个人就开始 手就到尾巴后面 做成野鸡的那个灵 然后前面就是个鸡头 呱呱 就是野鸡叫的声音 边叫最后走累了 都六十多岁一个老太太 然后我就 哎呀 摇了这个老生之命吧 这样搞我受不了 我就用暗语 我就不言之叫 就说你再敢不敢冒充了 不敢冒充了 不敢冒充 你不要再做个多段 你们就告诉野鸡精在做事 人家越找你 你就找 不能冒充 哎 老生听命 这一听命 我绝一松 轰登 晕过去了 然后再醒过来 就不搞乖了 就不搞乖 所以这些 这些冒名顶替 有什么害处呢 就是败坏 真正圣贤的圣名和圣界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误导众生 不修不练 盲目拜鬼神 非其鬼而似之 为淫似 你们现在大搞迷信 什么都外求 依靠一个神明 依靠一个仙家 就想着万事大吉 又求富贵 又求健康 什么都求 这是大错特错 为什么 你不是人 我反复地讲了这么多课 记住你不是人 你来是要做佛的 你来是要还原自己是佛的 你不能这么没出息 掌声就鼓大一点 你真的不能这么没出息 还乐着做人 并且人那么尊贵 还去求一个野鸡精干什么 所以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这八年来 都是真实的 现在讲不是神话故事 很多人是做见证的 所以我们对这些怎么办呢 就是敬而远之 要不要收拾他 看他作恶多端不多端 如果因为这个迷倒一大群人 使他们迷失了本性 迷失了真性 迷失了佛性 那就要收拾他 不能让他再为非作戴 大家说 那个是行善的吗 人家在行善也在帮人 对他你说的都没错 真的在帮人 但是张博生今天去帮 帮一个族群 他们很穷 我来捐一点钱 拿了十万块钱去捐 捐完了皆大欢喜 你是这个不失 是一个功德 是一个福德 捐完了以后 你上台做报告的时候 大家好 我今天是李显龙 我来看看大家 给大家分点钱 我冒充李显龙犯不犯法 警察马上把你抓走了 你就是叫张博生来捐钱 多好啊 你叫野鸡精 你叫狐狸精 你叫猴大仙 叫什么都可以叫啊 没事的 你是合法的 人家愿意 这是两厢情愿 谁不能干预 但是人家真把你当观音了 你不是观音 你是个野鸡精 人家把你当王母娘娘 你不是王母娘娘 你是个狐狸精 这个不天雷打 我们这个人神共愤 这个在世间的大法师 也不会饶过你的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要注意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如何对待仙家 这个等于说是动物灵 那么这个神明的种类 基本上有内神和外神 内神有先天本有之神 你的心肝脾肺肾五脏神 三魂七魄六腑神 眼耳鼻舌神神 那么我们称之为万神朝礼 就是你体内有上万种神 实际比万种还多 因为你有多少个细胞 就有多少个神 细胞没神为死亡 细胞死亡脏腑就坏了 脏腑死亡你人就死了 所以是为什么我们成佛的时候 可以成十万八千尊佛 因为你体内有十万八千个细胞 实际上这是大数 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你的细胞的数字超过这个数字 所以叫无量 光中化佛无数亿 光中化菩萨亦无边 要懂的这个道理 那都是你的神化神变 神你真正的整体 金刚身成就了 成报身了 你体内的众神都成佛 这就把体内的众生都度成佛了 这是先天神 大众都有 只是你不会使用 不会相应 不会求 那这个作为人 还可以通过师父 搞后天陪炼神 就是元玉圣 圣婴 这个系列的修炼 这可以一生成就 那这个速度特别快 因为你人虽然有神 不能去天 你只能在六余天之下 甚至只能在地居天之下 想交道 你到夜谋天 你到兜率驼天 你到能够穿越时空 你的神自带的先天神 不具备这个能量 这个火箭级别不够 所以你非得有元玉圣 陪炼神 才能去六余天 去十八重色界天 去这个死空天 这个要掌握 所以是陪炼元神 很重要 那么在外神这个层面呢 有天神 地神 鬼神 祖先神 鬼神 比方在地狱里的诸大鬼王 就是鬼神 他是管理鬼魂的 那么包括阎王 都属于地神这个层次的 有天神 天神这个天龙八部里面很多 天部 龙部等等的 这个都属于这个天部 天神这个层次 天神分玉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天神 有天人 有天神 有地神 地神大家知道的土地神 五月 山神 这些都属于地神那边 因为记得我们今天就不能展开讲 是跟大家提一下 那么还有我们人 也有各种神 刚才说人神 那么人死之后 这个为鬼 有守施鬼 鬼神 所以我们设神主牌 来招 来供他们 那么还有祖先神 祖先神就是 你的列祖列宗过世了 他都有一个尸首 或者骨灰在人间 那么上面都有一个守施鬼 这是祖先神 祖先神 那么耶稣基督里的神 指的是什么 耶稣基督里的神 那跟我们讲的神 是同一种神 同一种神 不是两种神 只是名词不一样 名词不一样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不要分开去理解 我师父在德国传道的时候 德国人 这个真正的传种的 不是移民的华人 这个呼唤 这个养我登灵 心神单元 然后他们就问师父 说这个我们德国人的心神 应该不叫单元吧 这个心神单元 应该是你们中国人的念法 然后我们德国人应该念什么 师父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然后但是你既然是我传的法 你就跟着念什么 念中文的拼音 他们就用老外的口音来念 心神单元 然后就单元 也是单元 就好使 翻译不出来 你不能把那个单 翻译成red 红的 红色的 圆 翻译成圆单的圆 那就不是了 不好使 念不出来 你们知道我有个学生叫 也是洋人学生 英国的 叫尼尔 尼尔呢 跟我学这个画指神咒 一画十 十画百 百画千 千画千千万 度尽众生 使成道 使成佛 这中文是这样念的 他这个 就把它翻译成英文了 一画十 one two ten 十画百 他在念 抛十 他心很轻 然后念一画十 十画百 看到那个空云界 画得满天都是 one two ten tent to什么东西 hundred 然后 没有 所以为什么在 印度佛法传法的时候 咒语不翻译 翻译了不好使 听明白了吗 你学道家咒 他懂意思 人家梵文 印度人懂意思 对不对 我们不懂意思 但是你要照着念 你不能翻译 你非得翻译成中文 不好使了 那金刚萨头不跟你相应 所以大家要知道 外神 外神通过什么来教导呢 圣者是很容易教导的 外神就是要呼唤行明 呼唤行明 那么这个包括天神地神 众生神都是这样呼唤行明 但是是哪个师父传的 你就跟着他传那个行明去呼唤 不要轻易地弄巧成熟的 觉得自我聪明去翻译一下 结果他就翻译的文字 就不是那个神的名字了 所以是基督教里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刚才说这个德国人那么使用呼唤五脏神 这个根据我们的这个黄庭内经经中传出的 也要呼唤那个拼音 所以基督教里面叫众神给了很多的名字 那你是信基督教 你跟着你那个经书上记载的名字是呼唤 不要换成中文名字去呼唤 那么为什么 你去英国想要一杯水 是不是跟人家说要 Please give me some water 是这个英语吧 我别说错了 漏香了 然后 这个人家才会拿一杯水给你 对不对 然后你去说 老板 给碗水喝 人家能拿水给你吗 这听不懂 这是名可名 非横鸣 但是你到什么地唱什么歌 你要顺着人家 这是你在基督教里 你就用基督教的经典里记载的神明去呼唤 我们叫魔鬼 人家叫撒旦 撒旦有内魔有外魔 对不对 那么你里面没有撒旦 外面就没有撒旦 在他的诗篇里经常提到这样的一些说法 跟我们说你那里面没有魔鬼 外面就不会敢着魔鬼 是一个说法 但是人家叫撒旦 你为什么翻译成魔鬼 不必 给中国人讲讲同类叫什么名字 但是你去了英国还得叫water 你回到中国你跟人说water人家还听不懂 你还得叫水 这叫入乡随俗 所以在空间界跟诸神打交道 重视行明 行明学 人因地狱的不同 呼唤不同地狱给他的名字 这是很重要 等着将来再给大家讲 因为我的愿望 就这一次既然开讲了 我们就尽量地让大家把神、鬼、人 这些东西彻底搞清楚 不要再似懂非懂稀里糊涂 我感触的是什么 因为大家不使什么是正邪 你看你们今天来的很多人 儿女被邪灵控制 十几岁到现在二十几岁 十多年被邪灵控制 完全失去了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为什么 你不是说你不信 而是你不懂正邪 就是我们一定要持正而修 明白正邪 明白是非 明白对错 他有的是被一些打着佛教的师父的旗号 行的是邪魔外道的邪鬼之道 咒术之道 控制人 脸人家的财 骗人家的色 说是这种事情是乌颜瘴气 在今天的这个末法时期 都是大家不明白什么是正 什么是邪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有些误入神迷去修炼 神道修炼 修成神经病的大有人在 因为他不修人道 不重视人理 不重视人的人意理之信 德行之修 不重视人的五脏神之修 这个魂魄神之修 不通人理 从理上讲不出来 变成神共 导致大家神迷 最后误导一片人 迷信个人 迷信组织 这个导致大家失去正修 真修 不知道自己本身是金刚如来 不知道自己的如来真发身 是不会毁坏的 失去了一个做人的自信 你原本是佛 众生平等 众生都是佛 在佛的这个上面 大家都是平等的 没有什么自卑的 不是因为你有钱 你才是佛 不是因为你贫贱是佛 不是 贫贱 有钱 还是没钱 富贵 跟佛没关系 是人道的 误以为是 追求错了的东西 导致你此生 义务了自己宝贵的时间 烟恶了自己宝贵的时间 而没有还原自己成佛 这是太丢人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 一定把这个事给讲清楚 讲明白 这千百年来 因为封建地质的影响 他们需要大家搞迷信 对皇帝的迷信 对大师的迷信 对帮牌教主的迷信 延误之间 义务了大家的佛性的不迷 你应该破迷显正 使自己的真正的佛性显露出来 还原出来 不迷信于人 不迷信于法 因为人无我法 因为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所以在如来这个层面 大家都是如来真发身 是平等的 这就是新时代 大家在平等性质的基础上 去成就 此生还原自己称佛 你原本是佛 小佛像掉到泥土里 染了黑了巴基的 拿水冲干净 他就是金佛 记住 你们就是那个掉在尘土里的小金佛 用自己的大杯甘露水 用师父们的法云水 把自己的那个被染污的小金佛 好好洗洗 今生做佛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